殖葬是古代礼藏中以活人、毒物品、人葬的习俗 有的是死者的妻子 士仆被随同埋葬 也有的用财物、器具等随葬 在商朝的贵族墨穴中 就有以大量活人殖葬的流俗 殖葬者少则几个多则上百个 在中国发掘的最大古墓中 殉葬者就达到了186人 那就是秦墨公墓地 又叫秦宫一号大墓 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的古墓 墓内186具殉葬人 是中国西州以来发现殉葬人最多的墓葬 秦墨公墓成道金字塔结构 因此也被人们称之为东方道金字塔 故事的摆墓《黄藤提供果具》 是中国迄今发现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 果实两壁外侧的墓碑 是中国藏史上最早的墓碑史物 尤其是大墓中出土的石器 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名文的石器 最珍贵的是 是寄上的文字多达180多个 字体为作文 扣字石谷文 依据其上文字推带墓主人为秦景宫 这些发现对考古剧有着重大的意义 秦景宫是秦桓宫之子是春秋时期秦国国君 秦宫一号大墓的殉葬人数令人注目惊心 虽然史记和诗经记载秦目宫死后 曾殉葬人数多达177人之多 但在没发掘之前毕竟还是文字记载 没有再直观地认识 然而当秦宫一号大墓发掘后 其186句血人尸骨的出现 更是让考古现场呈现一种恐惧气氛 可能很多人认为秦宫一号大墓的186名殉葬人 都是被迫给秦末宫殉葬的 其实不然 据考古人员研究发现 其中160名殉葬人是自认父子的 而剩余的殉葬人 是他们生前可能战俘或者奴隶 元旭是国代藏理中以活人陪葬的东西 是接产对抗的产物 也是一种残忍而隐瞒的宗教行为 对于如今文明的社会 我们要乘去的认识 并纠正这些陋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